Sawadika,大家好,我是戴戴 今天我们来做简单易做的泰式辣椒酱炒鸡饭 这是今天所需要用到的全部材料 首先我们先将饭拌好 这个步骤可以算是炒这个饭的一个小技巧 由于泰式万用辣椒酱比较硬 所以先将其余白饭拌好 方便等一下炒的时候更容易操作 而辣椒酱也不会因为直接拿去炒而炒焦 或者是炒不均匀 拌饭的时候已经闻到好香的辣椒酱味道了 再来我们热锅 锅热后我们倒入一汤匙的油 将油烧两秒我们打入鸡蛋 在泰国的碟饭中 最吸引人的算是这一颗有灵魂的鸡蛋了 泰国的荷包蛋做法是用炸出来的 蛋的边缘非常的脆 而蛋黄则是流心的 而我在炸鸡蛋的时候 倒入比平时煎蛋 所需要更多的油 用铲子波动蛋旁边的油倒蛋黄处 直到蛋黄附近的蛋白都熟了 就立刻铲出 脆边的泰式炸鸡蛋放久了 边也是脆脆的 炸这个鸡蛋可以算是今天这个炒饭中最难的步骤了 最后我们来炒饭 将锅烧热 锅热后倒入油 将油烧两秒后 我们倒入蒜蓉 将蒜蓉炸香 炸到微微的金黄色 我们倒入鸡肉 将鸡肉炒熟 过程中大约需要两分钟 鸡肉熟后 我们加入蚝油 翻炒一下 再来我们倒入已经拌好的饭 炸鸡肉熟 将饭炒香炒均匀后 我们加入红萝卜粒 再炒一下 再来我们加入生抽 将饭炒干炒香 最后我们将葱花加入 拌炒两秒后 我们的简易泰式辣椒酱炒鸡饭就完成了 再来一个泰式的摆盘 香葱段加青柠檬 再来少不了的是青瓜片 最后灵魂炸鸡蛋放进去 整个泰国菜的感觉都出来了 微辣的饭拌着香香的虾米味 宅在家也可以轻松的吃到泰国餐 真是太开心了 大家也来试试做吧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见拜拜